在案發現場駕車經過的駕駛者 都肯定可以看到 在本案遇到意外 躺在路上的死者 可以這樣說 請問駕駛者有否可能 以行車時速50至70公里行駛 經過案發現場的時候 只看到路面上有物體 而分辨不到這件物體是甚麼呢 又不是絕對不可能的 如果駕駛者的車前面有車輛 以正常的距離 即是大約20公尺左右 同樣它以50至70公里的時速 那有否可能會影響駕駛者的時線集中點 而令它發現不到路邊有物體呢 都有這樣的可能